第1709集 莫云天地 云中天说了口气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也未必那么容易 或者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呢 楚阳机巧地道 别的选择 你敢收留他们吗 云中天苦笑起来 不敢 那不就得了 楚阳往后一靠身子 摇着二郎腿说道 云兄你都不敢 别人还有谁敢啊 那么眼下除了我 他们又能投靠谁啊 只有投靠我 才能有机会不死 不是吗 自古艰难唯一死 就在楚阳和云中天谈话的时候 遥远的天际一道人影 迅速地飞过 严如山夹杂着满身的暴力之气 直直地冲进了空中的大帐 严那之事 请留步啊 滚 严如山一声怒吼 随后就掀开杖子冲了进去 什么事啊 座位上的蓝大将军 皱起眉头 看着情绪似乎很激动的严如山 这小子到底怎么了 今天怎么这么激动呢 这可不像他平素的为人啊 蓝大将军 严如山竟然没有失礼 大声道 你为何不去救援我兄弟 蓝大将军眼睛眯了起来 救援你兄弟 江湖仇杀与我辈何干 师出无名 如何出兵 严如山大声道 当真师出无名吗 难道那元书徒强闯民宅 强抢民女 这也属于江湖仇杀不成 创死 蓝大将军勃然大怒 你是在教训我吗 严如山耿起脖子 不敢 我只要一个解释 为何事发之时 那么凑巧的把我派了出去 而我前脚一走 我兄弟那边就出了事情 这算什么 这也太凑巧了吧 蓝大将军暴跳如雷 一脚就把桌案踢翻 你个混账东西 你的意思是 我与莫云天方面的人商量好了 我刻意把你调开 配合他们行动呢 严如山冷冷道 属下没那么说 但属下一位 要是我当时在这 相信那元书徒 也不至于如此嚣张 蓝大将军冷笑一声 伸手指着门口 滚出去 严如山摇摇牙 凭什么呀 若是我们东黄天的人 连东黄天的一个寻常小子 都不能保护 那么百姓对东黄官方 还有什么信心啊 百姓公我们一时两想 我们就是这么保护他们的 把他给我插出去 蓝大将军闻言大怒 不再理会严如山 镜子下令 插出去我也想再问一句 蓝大将军 看这鬼狱的人 在我东黄天横行 肆无忌惮 难道您看着就那么舒服吗 严如山的身子 被两个侍卫拖了出去 游子在大吼大叫 滚赶紧给我滚 蓝大将军暴怒地冲出来 看着严如山 已经快要被插出帐门 脱下一只靴子 就砸了过去 他奶奶的 你他娘的以为我不敢出手啊 你当我不想阻拦吗 蓝大将军怒骂 若不是陛下君旨 我早就把那什么元书徒 切成十七八段了 天地之子 很了不起吗 这里是东黄天地界 他老子再厉害 也管不到东黄天头上 正在喃喃怒骂着发泄 突然有人急匆匆地冲进来 大将军 楚阳没死 没死 蓝大将军顿时就一愣 怎么回事 细细说来 好不容易听完了汇报 蓝大将军大笑出声 哈哈哈哈 他娘的 果然没死啊 既然如此 来人 给我把颜如山拉进来 刚才居然敢骂老子 还骂得老子无言以对 看老子这次怎么收拾你 大了你的狗胆了 不多时 颜如山重新站到了这里 一头五水 据最新情报 你那兄弟没死 还活蹦烂跳的活着呢 啊 没死 颜如山一惊 顺时大喜 消息详实 太好了 太好了 已经确认了 是由神秘高人出手相救的 蓝大将军虽然心中猜测 这神秘高人 很大机会 就是东皇陛下亲自出手 但是没有凭据 却也不敢乱说 没死就好 没死就好啊 颜如山转身就往外走 我去找他去 慢着 蓝大将军拖着长枪 啊 你这就想走了 怎么琢磨的呢 你刚才骂了本将军 可骂得爽了 蓝大将军 猙獰万壮地望着他 目光如炬 颜如山心之不妙 转身就跑 可哪里来得及啊 早就被蓝大将军 老鹰抓小金一般抓在手里 噼里啪啦地就揍了下去 这么多年了 你小子还是第一个 敢这么当面骂我的 啊 好胆子你啊 你真是好胆子 我要不好好招待招待你小子 哪里对得住你小子 这颇天的胆量啊 遥远的墨云天 天地宫 一个黑色黄袍的男子 副手而立 暗金色的龙纹 在他的黑袍上 若隐若现 他皱着眉头 似乎在盘算了什么 两根手指 便传出一个个手势 脸色越来越阴沉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CNW.CXP8.com 以我的修为 居然也会出现心神不宁的情况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正在这时 尖锐的破空声传来 有人连滚带爬的冲了进来 军相 军相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如此慌张 混账 黑袍男子 正是墨云天天地 缘无限 只见他沉怒道 宫廷重地 天地威严所在 你竟如此的慌张 成何体统 不管有天大的事情 先给我胜过了气再说 是 是 那人满头大汗 积极地喘气 把自己的呼吸 平复下来 等到自己的呼吸 终于平复 就迫不及待地开口 群上 的确是有大事发生啊 九太子的命牌 就在一炷香之前 突然破碎了 命牌突然破碎了 袁无限 眼神突然变得深邃 九太子 他不是去了东皇天了吗 怎么会 突然大吼一声 什么 命牌破碎 这一声大吼 整个墨云城都在这个吼声的震荡之下 剧烈地摇晃了几下 是的 命牌破碎 九太子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 那人还没说完 眼前的莫云天地 已经彻底地没了踪影 在一处隐秘的房间里 有几个女人 正呆呆地站着 看着桌子上的一块破碎的命牌 如丧烤笔 空间一闪 袁无限出现在这里 眼看着桌子上破碎的 已经无法修复 而且几乎是粉碎的命牌 袁无限的神情 在一瞬间变得冰雪一般冷静 但是一股骇人的杀气 却慢慢地弥漫开来 怎么回事 谁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声音轻柔平静 似乎不带半点烟火气 但熟悉他的人才能知道 这种口气就表示 下一刻他就要极限地爆发 极限地杀戮 整片莫云天 都将被鲜血染红 黄者一怒 血洗天地 殊途恐怕是 一个年轻貌美的妇人 哀怯地痛哭起来 凶多吉少了 袁无限身躯挺直 阴沉地道 将小九这段时间的行踪 诡异的安排 还有同序之人的情况 都给我调查清楚 事无巨细 全部调查清楚 是全部 是 暗影处一个人影 一闪而逝 调查清楚之后 让那三大门牌 登门谢罪 我需要看到的是什么 他们应该懂得 是 袁无限头也不回 出门而去 一袭黑衣 如同天空墨色 那是比黑夜 还要漆黑的色泽 别人不知道 他确实知道 命牌破碎 若只是文理破碎 还大有旧回来的希望 起码有重入轮回的机会 可现在 那是完全的激愤状态 那就意味着 神魂巨变 而且 还是被人以一种 最为残忍的方式 杀死 正因为知道这样 所以 这位墨云天地 才会突然间 腾起了滔天怒火 是谁 敢这样虐杀我的儿子 不管是谁 就算凶手是血泪寒的儿子 敢这样对我儿子 我也要将他碎尸万段 同去的那些人 连九太子都保护不好 一个都甭想再活在这世上 调集墨云侍卫 随时准备出发东黄天 是 整个墨云天 突然间 整个的鸡飞狗跳起来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 有这样破天的胆子 居然敢杀了我的儿子 原无限阴沉的脸上 满是杀技 他复着手走进内堂 并不曾回头 事已也没有人发现 就在原无限走入内堂的那一刻 眼眶中有一点淡淡的水雾飘出 随即无影无踪 那是一滴泪 却还在没有流出来的时候 早就在眼眶里蒸发掉了 纵然是一带天地 无论如何的杀法果绝 始终还不是铁石心肠 是有心有情的 一招爱子惨死 仍旧痛彻心扉 遥远的东黄天 东黄帝君雪泪寒 副手站在一棵花树之下 宁目遥看南天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轻声说道 若你亲来 我接着就是 他那只白皙的手 轻轻的腹上已经干枯的梅花树枝 南南说道 枯树尚能开花 墨云如何占冬天 冬天是天 而墨云 终究是无根之云 随着他的画 眼前这棵明明已经完全干枯死去的梅花 突然间速速颤抖 随即那已经干裂的树皮 居然奇迹一般地发出了绿意 颤抖着一丝心芽 竟然从干枯的树枝中摇曳而出 生机盎然 颤抖着摇曳着 嫩嫩的逐渐长大 顷刻之间 那株梅树已经是满眼翠绿 随即树叶片片飘落 枝头上却鼓满了密密麻麻的花苞 清风一吹 花苞慢慢鼓涨 徐徐绽放 一缕缕清香 悠悠而出 请人欲醉 梅花盛放 花香宜人 雪泪寒脸上露出了微笑 就在风吹花树第一片花瓣 飘摇而下的时候 雪丽寒的身影飘摇而起 直上九霄 第1709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